1994年6月12日晚上11点35分左右 洛杉矶市民在遛狗时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女性死者面部浮肿 咽喉部被刺中树刀 激进斩首 更让民众震惊的是 该女性死者是著名退役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的前妻 警方介入调查后 种种线索及证据都直接指向其前夫辛普森 辛普森花费数百万美元 雇佣专业律师团队为他辩护 最终被裁定无罪 这便是号称世纪大案的辛普森疑次杀棋案 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受公众关注的刑事案件 辛普森是如何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绝境翻盘的 且听乌贼君用改变而成的美剧美国犯罪故事 并结合真实影像资料细细到来 辛普森被誉为美国橄榄球职业比赛史上最佳跑位 1985年入选名人堂 在竞技体育范围浓厚的北美 辛普森无疑市民巨星 所以这桩涉嫌杀棋案备受民间关注 洛杉矶市民发现两具尸体后 当即拨打了911 领头的警探福尔曼发觉死者有点眼熟 仔细确定后他想起来 这名女性名为妮可是辛普森的前妻 在几年前他曾处理过一集家暴案件 受虐方就是这位女性 辛普森家离案发现场不远 一个有家暴记录的前夫必定值得怀疑 福尔曼当即带着几个手下来到辛普森的住所 这座豪宅灯亮着 但暗门铃却没人回应 一番摸索下 福尔曼锁定了一辆停在豪宅后门位置的白色野马 他发现在轮胎车把手上可以看到新鲜的血迹 福尔曼做了个违反章程的决定 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擅自闯入这栋名居 辛普森确实不在家 但福尔曼在这里有了更大的收获 走廊及玄关发现多处血迹 更关键的是 他在辛普森家中找到一只 带有血迹的右手黑色手套 为什么关键 因为在第一案发现场 也发现一只同型号的左手手套 左右手套正好配对 按照正常流程 辛普森杀气的罪名几乎是板上钉钉 毋庸置疑 只要比配好血液 就能送辛普森去吃牢饭 可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办案的第一步是控制好嫌疑人 警方通过查询航班资料后得知 案发当晚11点45分 辛普森坐上了前往芝加哥的飞机 法医初步判定 两位受害人的死亡时间为10点15分 也就是说辛普森有足够的时间作案 并乘坐飞机潜逃 警方并没有透露过多细节 只是淡淡告知 其前妻与一位男士遭到谋杀 辛普森的回复加深了警方的疑心 他并没有询问前妻是怎么死的 10年41岁的检察官克拉克 是辛普森案的负责人 他在资料中发现 因家暴事件 前妻曾拨打过8次911 辛普森却一直安然无恙 连社区服务的惩罚都没有 多疑的辛普森 总是怀疑老婆偷偷摸摸给自己戴绿帽子 这也是多次家暴的起因 1992年夫妻俩正式分道扬镳 离婚后二人藕断丝连纠缠不清 在案发的4天前 妮可还往妇女协会拨打过求助电话 他称对前夫感到恐惧 感觉辛普森无时无刻都在跟踪他 而且辛普森曾经说过 如果发现前妻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就会杀死他们 案发现场中的男性死者名为高曼 是附近餐厅的服务生 用餐完毕后 妮可的母亲将眼镜落在了餐馆 高曼和妮可是好友 就寻思着把眼镜送回去 这一送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回到案发后的时间线 自芝加哥飞往洛杉矶后 辛普森被戴上手铐 前往警局做笔录 在铁证前 他坚称自己不是凶手 随着消息的不断披露 越来越多的相机介入生活 辛普森方才知道 这一道坎可不容易迈过去 自己得做点准备了 他找的第一位律师叫夏皮罗 这位律师曾为教父马龙白兰度打过官司 夏皮罗在辛普森案中至关重要 后续王牌律师团的组建 由他一手策划 第二位律师罗伯特卡戴山 则以辛普森挚友的身份 负责媒体公关兼顾问 其实自法学院毕业后 卡戴山就选择了下海经商 这次是专门为了老友 才重新激活律师执照 夏皮罗问辛普森 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辛普森依然予以否认 但在团内内私下进行的策谎实验中 辛普森的成绩是复分 也就是说辛普森的无罪陈述 大概率是扯谎 铁罪如山 就连律师夏皮罗自己都认为 辛普森与谋杀案脱不了干系 在律师的协调下 警方同意辛普森 在6月17日上午11点自首 到了约定的时间 辛普森却仍然没有出现在警局 下午2点 在住宅中没有搜到嫌疑人的警方 不得已发起全程通告 劝辛普森早日归案 与此同时 辛普森的挚友兼辩护律师 罗伯特卡戴山召开发布会 向媒体宣读了一份辛普森亲笔信 大概主题就是自己是被冤枉的 不要为我难过云云 这听起来像极了遗书 很快 全程寻找辛普森的行动开始了 一场疑似杀气案 本来即将以嫌犯的自首结束 但这时候辛普森却消失了 在全程搜捕中 警方在周旧公路上 发现了那辆熟悉的白色野马 驾车的考林斯大声呵斥警方 称情绪崩溃的辛普森 正坐在后排拿枪指着头 你们都给我滚远点 不得已下 警方只得后撤跟车 各电视台直到头条来了 出动九架直升机 现场直播辛普森 头一场景 宛如现场直播的好莱坞大片 电视台甚至打乱了 94年NBA总决赛 火箭队对尼克斯队的现场直播 把比赛画面置于角落 将主频设置为追捕的直播画面 等不及吃人血馒头的电视台 甚至连悼念MV都提前准备好了 就等着辛普森开枪自尽 数据显示 有9500万观众收看辛普森逃逸直播 数千名吃瓜群众聚集在天桥 等待辛普森的车辆经过 这桩案件已经成为了全民狂欢 娱乐至此大概就是这个模样 在不断沟通下 辛普森放弃挣扎 投案自首 所有人都觉得辛普森要完蛋的时候 一出好戏正在慢慢酝酿 法医那里给出的实验结果 案发现场的那只手套上 有辛普森本人及两位死者的血液 辛普森的手上偏偏就有一个小伤口 世界上还真有这么巧的事 辛普森家中发现的那只右手手套上 也检测出男性死者的血液 这又怎么解释 案发现场有一块带血的血印 这血印刚好匹配辛普森的血码 警方又在死者身上发现了几根毛发 通过DNA比对 也可以确定毛发是辛普森的 一记又一记实锤下 很多人认为就算牵头猪上法院 都能把辛普森送去吃牢饭 事实证明你可以轻视辛普森 但不能小看他的钱包 重金雇佣下 一支由11位行业精英组成的辩护团队粉末登场 这支团队在后来的报道中也被称作梦之队 首席律师夏皮罗打听到 第一线堂警探富尔曼底子不大干净 曾有过种族歧视的言论 夏皮罗知道绝地逢生的机会来了 他决定另辟蹊径 打一手种族歧视牌 戴上感情色彩后 辛普森案就不是装理性案件了 为啥 因为加州警方个倒霉孩子就是不争气 在种族问题上屡犯大错 这些年加州黑人群体为此可没少抗争 夏皮罗请了一位新辩护律师 柯克伦加入团队 这黑人律师可是老碰此家了 把案件往种族歧视问题上引 是他的特长 在后续的会议中 关于主攻方向出现了分歧 当初夏皮罗只想以种族歧视为影子 尽量缩短辛普森的刑期 自始至终 他都认为辛普森与此案难逃干系 不然也不会在几天前提出 向警方自首的提案 柯克伦就不一样了 他主张大打种族牌 做无罪辩护 也正是这样的分歧 夏皮罗丢失了首席律师的席位 由柯克伦取而代之 一切准备妥当 我们再看看 检方及法院是如何应对的 这是一场世纪大案 为了不受辩方打出的种族牌影响 检察官柯拉克这里的团队 新加入一位黑人助理检察官 克里斯托夫打灯 法院这里为了避嫌 任命日益法官伊藤 审理此项案件 谁也不想被媒体及群众 落下话柄 评审正式开始 检方列出五项铁证 垂垂打中大动脉 我们再复习补充一下 一 第一犯罪现场上的血迹 提取到了辛普森的DNA 在辛普森的别墅中 发现的手套会有其本人 及两位受害者的血迹 二 停在辛普森别墅后门的 那辆野马车上 检测出男性受害者的DNA 且在辛普森的床下 发现了一双袜子 两只袜子上都有辛普森的血 在科学的角度上 这些血迹不是来自辛普森的概率 只有1.7亿分之一 更关键的是 其中一只还有其前妻的血迹 三 当晚的司机提供证词 辛普森乘坐的是 11点45分飞往芝加哥的航班 司机在10点40分的时候 案门铃无人应答 直到11点的时候 辛普森才从家中出来 法医界定 两位被害者的死亡时间 为10点15分 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看 辛普森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四 洛杉矶某商店老板证实 在案发的几个星期前 辛普森曾在他这里 买了一把高档折叠刀 法医认为杀人凶器就是这把刀 五 辛普森有家暴前科 可以合理怀疑 这起恶性谋杀案 就是家暴扩大化的结果 辩护律师团队 倒是不急于反驳 事实上 压根也没想反驳 因为他们想来一出 釜底抽薪 对物证的来源发难 接下来就是秀操作的时候了 辛普森疑次杀其案 进入到了第二轮庭审中 辩方由哈佛法学院教授贝利上阵 对此他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一现场警探 富尔曼位于正人席 正是他提出翻墙 进入辛普森住宅搜查的想法 贝利问 在形容人的时候 你会用nigger这个词吗 过去十年里 你有没有用过这个词 富尔曼予以否认 贝利其实早有准备 就等着富尔曼的回答 他拿出一盘录音带并播放 这是一段采访录音 期间富尔曼共说了41次 具有强烈种族歧视的nigger一词 一时间法院议论纷纷 现在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机会 贝利又问了一系列问题 富尔曼被贝利摆了一道 自然不敢再妄自回答提问 根据第五修正案 富尔曼在法庭享有监默权 但他在最不该沉默的问题上 选择了沉默 你有在本案中栽赃或捏造 任何证据吗 富尔曼不言 全场哗然 剑方被这出组合拳打得有点懵 又将论点转移到了 那副带有血迹的手套上 铁正如山 这还能怎么解释 变方给出的回应是 如果辛普森真的戴上手套时报 将一只手套落在现场 又将一只手套扔在自己家 辛普森会连最基本的清理现场 都不懂吗 剑方决定赌一把 提出让辛普森试戴手套的请求 一番折腾下来 可以从画面上清晰地看出 辛普森根本就戴不上这双手套 并以此留下一张世界名画 照片中辛普森举起双手 这一投降的手势 配合上无辜的表情 似乎是对剑方最有利的抗争 这不是欺负老是人吗 其实检方这一要求 早就被变方团队预判 辛普森一直患有关节炎 为此团队让辛普森在两周前 就停掉了关节炎药物 庭审当天因为长期没有服药 辛普森的双手足足肿了一大圈 检方没有做好功课 反被咬了一口 也是法律界的经典案例 不要去问那些 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变方几轮地操作下来 在庭审上不再落于下风 在庭外这桩事件 加深了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 当时有74%的白人 认为辛普森是杀人犯无误 也有77%的黑人 认为辛普森是被洛杉矶警方诬陷 回到庭审这边 之前变方只是用嘴炮 服依一点阴谋论 怀疑证据的真实性 现在邀请物证人员 华裔侦探李昌玉 用专业知识有理有据的怀疑 物证方面是不是被警方夹带了私货 当时警方在案发现场的门上 发现了一滴血 这滴血同样被警方当作物证 可经过检验后发现 这滴血检测出了化合物EDTA 这玩意儿简单来说 就是做血液检测时 需要人工加入的抗凝固用品 一个普通人体内的血液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化学成分 同时在案发后 警方向辛普森提取了8cc血液 可最后却有1.9cc失踪了 并且录像显示 这一滴血在第一次 现场取证时的录像中是没有的 偏偏在三个星期后 采集到了这块血字 好巧不巧的是 这块血字里又检测出了EDTA 是不是有警方栽赃的可能 这几个漏洞并没有人能够说明清楚 案件又变得模糊起来 同时警方在现场自作主张 将一条被单盖在死者身上保护现场 可据证人说 辛普森与妮可离婚后 两人也经常往来 那么这张床单上 有辛普森的毛发也合情合理 这一切看似坚不可遂的物证 其实都是纸老虎 没有绝对的参考意义 你来我往中 终于迎来了结案的那天 在结案陈词上 柯克伦留下一句金句 并反复强调 最后在1995年10月3日 陪审团做出裁决 辛普森被无罪释放 毫无疑问 辛普森走出牢笼 梦幻辩护团功不可没 对此辛普森需要开一张多少金额的发票 没有具体数据 粗略估计在300至600万美元之间 如果你以为是检方太弱 那也大错特错 事实上 41岁的克拉克经验丰富 是当地检察院的长盛将军 在这种案件上 洛杉矶检察院也投入了800多万财政资源 花的比辩护方还多 所以检方的败诉 无关于律政人才及经济知识 有人将败诉归罪于陪审团成员的甄选上 12位陪审团成员中有9名黑人 这是同种族之间的内部庇护 更多人将过错 按在洛杉矶警方头上 他们没有将程序正义贯彻到底 辛普森在94年6月17日 就被检方正式起诉 可案件直到次年10月3日 才宣告完结 该案件也因为涉及到种族歧视 夫妻关系 司法构造 舆论风向等多个话题 至今人为人津津乐道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